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在KPL夺冠的队伍里 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冠军打野居然会这么短命 QG拿到冠军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QG小胖就已经没了 新政策不仅让小胖无法上场比赛 现在连QG的海报他都上不去了 看看这些商业海报 冠军五人组并没有整整齐齐 唯独落下了小胖 一般队伍夺冠后都会有很多商业活动会出席 这也是选手增加收入和曝光度的机会 小胖不仅后面会停赛 现在连商业活动都无法参加 小胖的损失有点大 在接下来的赛季里 QG需要寻找新的打野 小胖已经无法登上大名单了 另外小胖在缺席比赛的日子里 可能连训练都是问题 一周三个小时对职业选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他如果不能跟着队伍一起训练肯定会脱节 团队配合也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另外有网友提出 可以让小胖用别人的账号偷偷训练 这或许是一个办法 但是一旦这个事情被别人发现后举报 到时候惹出的麻烦肯定又很难平息 或许还会遭到处罚 那就得不偿失了 小胖作为如此年轻的冠军打野 很有大好的前途 没想到会因为这个变动连训练赛都困难 确实让人感到惋惜 KPL其他队伍同样有主力选手无法上场的情况 现在就看哪些战队能够率先想出办法来应对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小胖登附上海报呢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